好,在看完了生死短语之后,咱们来看看第十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呢,先看看题目,这个书题目叫Lesson 10, Silicon Valley,硅谷。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是计算机工业的中心。 那么,咱们先介绍背景信息。 要谈到硅谷呢,不得不先说一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跟老师先大声读两遍。 California,California, 叫加州。 什么意思呢? A state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bordering the Pacific Ocean, the third largest state in the country。 我们看是美国呢,在西部的这么一个州,它毗邻太平洋,是这个国家的第三大州。 咱们看看大概的位置。 这是美国地图,在西部这个地方闪烁的黄,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那么这个硅谷大概在哪个地方呢? 咱们再放大一点。 这个下面这个小红点点就是硅谷所在的地方。 上面这个更小的小点是San Francisco,就美国著名的旧金山市。 下面的这个红点就是大红点,就是硅谷了。 但是Origin of Western California,South of San Francisco,就是在加州西部的这么一个地区,在这个旧金山市以南。 咱们让它闪烁一下。 你看像心脏一样跳动的这个地方,就是硅谷所在地。 可能大家看不清,咱们再放大一点。 来,再大一点。 你看,这个上面这个城市看到了,就是San Francisco,就是旧金山。 下面这个大黄框框,这黄圈里的地方,就著名的Silicon Valley,就是硅谷。 这个地方因什么著名呢? 咱们看。 It is center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这是计算机工业的这么一个中心。 Many important inventions were made in this area,很多重要的发明的都是在这个地方被做出来的。 并且呢,And many companies producing computer software and hardware are based there,很多生产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公司呢,总部就在这个地方。 Be based可以表示总部,在某个地方。 好,那为什么叫硅谷呢?咱们接着看。 It is called Silicon Valley, because the computer industry is based on the silicon chip。 这个地方被称为硅谷,因为整个计算机工业就是基于这个硅做成的这个芯片的基础之上。 这个里边呢,它刚好也是第十第八的一个山谷。 这里边到处每个公司都离不开硅元素。 Silicon是一种化学元素嘛,制造芯片是离不开的。 所以管这个地方叫硅谷。 好,咱们下面就看一看这个课文部分究竟怎么一块是,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说, Technology trends may push Silicon Valley back to the future. 它说,技术的发展的潮流可能会把硅谷再一次向未来推去。 这个,我们先看看技术的趋势潮流,这个重点是trend,咱们看看是什么意思。 Trend here means a general tendency in the way a situation is changing or developing. 这个解释特别清晰。 就是一个总的一个趋向,一个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局势,一个情况发展或者变化,变化的这个总的趋向。 就我们发展变化都是朝这个方向来前进的,所以叫某个东西的趋势或者潮流。 本文中呢,就是技术的趋势,技术的新的潮流。 怎么样呢? 可能把硅谷啊,再一次推向未来去。 有个东西可能觉得奇怪,这个pushback不是往回推吗? 其实也很好理解,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硅谷一度是在向未来的方向前进的,近期内可能略有停滞,但没关系。 技术的新潮流可以把它再次推向向未来的方向,再次向未来前进,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第一个,先介绍一个大致的背景。 那我们就进一步说了,是什么趋势呢? 读者就想知道了,他借用一个专家的说法来介绍了究竟是什么样的趋势。 咱们来看第二句话比较复杂。 他说,Covermead, a professor i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a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t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nows there are now workstations that enable engineers to design, test, and produce chips, right on their desks, must away an editor creates a newsletter on a Macintosh。 这句话比较长,咱们先看个语法程库的分析。 好,上来出现这句话的主语,就是Covermead,一个人名字,老外一般习惯的,在人后面做一个同语来介绍。 这哥们是谁呢?后面来个同语,他说,这画横线的部分,白颜色的,带下滑线的协体字是同语。 这个人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是一个在集成电路方面的一位先驱, Integrate Circus,叫集成电路,咱们正词中讲过了,大家还有印象。 第二个身份呢,是一个在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的这么一位教授,两个身份。 这两个身份呢,重量性可能差不太多,那么如果重量性差不太多的话, 那干脆我们就是按照哪个长,把哪个放在后面吧。 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专业的教授,这个稍微长一些,把它放到后面就好了。 然后呢,这句话卫议东西在这呢,notes,就是他说,他评论说, 注意这个note很容易翻译错啊,note是多一词,但是不翻译成注意,得翻译成说, 某人因为某个东西重要或者有趣而说,他评论说,是这个意思呢。 然后there are开始一直到剧末黄焰死的地方,当然是冰玉从去了, 他说什么呢,他说了,现在已经有这么一些workstation,就是工作站, 所谓工作站就是一个人办公的地方,一个桌子上面有个电脑终端,这就是工作站, 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就很多很多工作站,怎么样呢, 后面这个协议字从that开始到剧末,那明显是一个定义从去来修饰前面这个工作站, 关于代词,that在定义从去里面充当主义的作用, 这工作者它怎么样呢,可以使得那些工程师们可以在他们的write, 表示就是嘛,对吧,就在他们的桌子上面就可以设计测试, 并且制造出芯片来了,然后后面这个画横线的, 就在下滑线的协议字部门,是迁套在了这个定义从去内部的一个方式状态, 就是什么呢,这与一个编辑在一个苹果机上打出一份时事通信业务简报, 这个方式差不太多,就根本不用到工厂里面就手工制作, 用很原材料制作,在电脑上就可以设计测试这种芯片, 就不一定动手去做了,这是介绍了技术趋势的新潮流, 把第一句话的内容进一步来展开,来解释了。 好,这是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那么看看里面这些细节, 我们看这里面出现了第一个,集成电路方面的先驱, 这个词汇咱们都讲过了, 这个先驱探索者Pioneer咱们以前说过, 集成电路生死中讲过, 本文中另一个身份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专业的一位教授, 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就是鼎鼎大名的一个地方, 咱们大概先看一看, 就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缩写的就是CIT, 那么很多同学想去美国读研究生, 那你发现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著名的学府, 这个历史上出了很多的路边奖得主, 并且大家喜欢看那个美剧, 就是Big Bang Theory, 大爆炸理论里面那个Shelton, 你看在故事里面, 他所处的大学就是加州理工学院, 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 尽管是个学院, 而且占地面积不太大, 但是实力非常强劲, 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一些大的科学家, 做出了很多的科学成就, 是了不起的这个学校, 它位于加州, 就在加州的Pesadena, 是一个大学城, 那么很多人认为CIT是著名的美国五大牛校之一, 这个美国数千所大学, 能名列这么靠前大学相当了不起的, 咱们看是哪些大学被中国同学认为是五大牛校呢, 但每年排名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公认的有像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非常有名气, 还有呢, 也像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 我们一般叫MIT, 跟朋友说CIT有点像, 麻省理工, 还有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Stanford University, 这个就在硅谷的旁边, 叫斯坦福大学, 李老师08年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专门还去了斯坦福大学, 还有呢, 就是我们很有名气的CIT, 加州理工学院, 也很有名气, 还有也是08年李老师去过的, 就是UC Berkeley, 就是加州大学, 这个Berkeley分校, 这个UC Berkeley, 咱们中国人在这个学校曾经当校长, 这是在理工科非常非常牛, 专业能力非常强的这个大学, 我们看到这个, 为什么说出这五大牛校呢, 你发现这五大牛校里面, 和位于加州的就有三所, 其中分别是Stanford University,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还有我们说的, 在本文中出名的CIT, 就加州理工学院, 你发现这个加州的教育实力非常之强劲, 好大学非常密集, 同样的加州中国人也特别多, 所以他的好的声援也多, 中国人的学习成绩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们看到, 硅谷出现在加州并不奇怪, 他跟周围的这些著名的学府, 源源不断的向他输送有为的人才, 跟这是有关系的, 就像你看北京的中关村, 就位于清华北大人大的周边, 这个位置并不是一个巧合, 好, 我们下面再回到文中, 他说这个教授怎么样呢? Notes, 这个教授说, 这个note注意, 是一个非常文雅的书面语, 意思特别多, 最常见的意思呢, 确实可以表示注意到, 他的第一词表示, notice or pay attention to something, 就注意, 或者仔细去看, 注意到, 或者注意去看, 这个意思, 你比如说, note how she's holding her racket, 我说你仔细看一看, 注意看, 人家是怎么持拍的, 这个racket, 一般是表示什么, 羽毛球拍啊, 或网球拍啊, 打的带, 带这个线, 用线编好的这种拍子, 球拍, 就是我说你注意看看, 这女孩可能是职业选手, 看看人专业人士是怎么持拍的, 这是表示这个仔细的去看, 但本文中绝对不是这意思, 你说这个人注意, 他注意你怎么会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明显是第二个意思, 这个note还有常见的意思表示, mention something because it is important or interesting, 因为这个事情重要, 或者因为它有趣, 而某人提及说, 谈到, 是这个意思, 就这位教授, 这位先去他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事重要或者有趣, 他说, 这个是比较容易翻译错的, 这是英语中常见的熟词辟译, 熟悉单词, 但出现相对冷脾气的含义, 这个容易翻译错, 你看我们译文中就翻译错了, 你看这个课文, 六十页译文的第二行, 六十页中文译文的第二行, 翻译成这位教授注意到, 可能新版本会改过来了, 但李老师这本书是老版本的, 里面还写的是注意到, 这个注意到翻译错了, 所以我们说新概念英语呢, 这个值得咱们完全的信赖, 我说的是课文部分, 在课文部分确实无写可击,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咱们中国人在后面做的中文译文, 还有书后题, 这个练习详解这个答案, 个别是有问题的, 这个也可以看到这中文的, 是相对比较马虎一点, 但是英语中这个地方, 是说不是注意到, 如果你把一个英文句子, 翻译成中文之后, 你发现憋憋憋憋的, 某些地方翻译过了不通顺, 你放心, 一定是某个地方翻译错了, 因为在英语中通顺的句子, 正确的句子翻译成中文, 如果翻译好了, 也应该信达雅, 严父所说的三个都能达到, 雅先不管, 至少信和答, 就是中式原文和通顺, 如果不通顺, 恐怕是某个地方翻译错了, 你看这个note容易翻译错, 跟它类似的还有, 你像observe这个词, 跟它有异许同工之妙, observe既可以表示观察, 看, 也可以表示某人说, 咱们看一下例子, he observed that, it would probably rain, 他说这个天可能要下雨, 并不是他注意到天要下雨, 是他说, 也是因为某个词句比较重要, 他说, 他发表评论性的看法, 有趣的是, 不光是这个动词observe, 它的名字observation也一样, 这个阅读正题中也很常见, observation这个词不但可以表示看, 表示观察, 观测结果, 也可以表示某人发表的评论, 咱们看一下例子, 这是阅读身体的片段, 咱们看看这是考研阅读, 他说, I think there, there is a thing, muchus in Patrick Nelson Limerick's observation, the lecturing is an unnatural act, an act for which God did not design human, there is much truth in, 这个结构在新课念三册十二课老师讲过, 可以表示某人说的话很有道理, I think是插入语论, 我认为呢, 就是Patrick Nelson Limerick这个人名字, 他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后面这个observation不可能是观察或观测了, 是某人说的话, 某人的评论, 后面的大丛句就是来演出嘛, 他说的话内容是什么, 可以看作同位语论, 就是做讲座做演讲, 是一个非自然的一个行为, 并不是天生我们就会的行为, 这个行为呢, 并不是上帝制造人就让他会的行为, 吃喝拉撒睡, 这是天生的我们就具备的行为, 但演讲会叫后天培养出这个能力, 人会说话, 但是人呢, 演讲需要后天培训, 我认为他这句话很有道理, observation在这儿, 是某人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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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的评论, 这个注意容易犯错, 这是我们看到熟悉单词, 经常会出现一些冷屁的含义, 咱们以前曾经说过, 下面呢, 我们再复习复习这几个句子看看, 大家还能不能回起来, 它究竟都是什么意思, 好,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几个考研阅读真题中出现的这个例子, 看这句话, 随着这个BBC, 就英国国家广播电台, 这个World Service Television这个服务的开始, 现在在亚洲和美洲数百万的这个电视观众们, 咱们一下讲过Viewer, 专门指电视观众, 现在呢, 除了能够听这个公司的新闻之外, 也能够看, 在电视机观看这个公司的新闻报道了, 请注意这个coverage, coverage在这里面并不是覆盖的意思, 而是表示报道, 新闻的报道, 你看这个coverage在这儿是数字P, 你看容易翻译错了, 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nclude geography,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他说社会学的这个disciplines, 在这儿别翻译成纪律, 因为纪律呢, 是不可署名词, 它不可能加S, 加S之后呢, 一般来是表示学科, 对吧, 就不表示学科, 社会学的学科呢, 包含了以下几个学科, 比如说地理学, 经济学, 政治学, 心理学, 还有社会学, 这个discipline不是纪律, 而是学科, 再比如说, 你看这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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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阅读正题的片段, 他说了, The test of any democratic society, he wrote in Wall Street Journal column, lies not in how well it can control expression, but in whether it gives freedom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the wildest possible attitude, however disputable or irritating the results, may sometimes be, 他说, 这个人, 他在Wall Street Journal column, 这个column表示报纸专栏, 在这个专栏里面写到, 他说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这个检测, 就测试, 是不是真的民主社会, 是什么呢, lie in, 就是在于什么, 这是否定了, 并不在于他有多么好的能控制, 这个人们的表达, 而是他能够给人们的思想和表达的自由, 以最大可能性的自由, 就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表达, 发表我们的看法, 没有政府对我们的观点进行限制, 最大可能的自由, 这个自由, latitude, 在这容易翻译错, latitude最常见的意思可以表示, 地球的维度, longitude是精度, latitude是维度, 但是维度转了一圈, 这一圈在哪个地步都行啊, 他转了一圈, 派生意就自由呗, 为什么他不用freedom呢, 因为前面刚刚出现过freedom, 这个latitude是跟前面freedom一个替换, 无论这个结果有的时候呢, 会是多么的引起争议啊, 或者令人气愤啊, 等等等等, 自由当然会有代价的, 但不自由往往代价更高, 就民主社会的检测不是, 它能不能控制人们的表达, 而是能不能给人们的思想表达的自由, 以最大可能的自由, 这个latitude跟freedom, 它是同一词一个替换, 好, 这是数字批现象, 好, 再回头去中, 这个教授接着说, 他说, there are now workstations, workstation, 注意工作站, 这个不是指一个咱们想象中的一个大型的建筑物啊, 并不是的, 它就是一个桌子, 一台电脑, 咱们看个英文解释, workstation, that's for one person to work at, usually with a computer or computer terminal, 就是一个桌子, 这个人可以在这工作, 通常呢, 都伴随有个电脑, 或者电脑的终端, terminal是终端, 你看下面的图片中的, 都可以看的是一个workstation, 就是咱们办公的时候, 一个桌子, 一个电脑, 就是工作站, 好, 他说现在已经有些工作站怎么样呢, enable engineer to do, enable some to do, 是使某人能够做某事, 这个表达是咱们写奏中一个非常高频的表达, 对吧, 使某人能够做某事, 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有, allow或者permit some to do, 表示使某人能够做某事, 注意allow和permit是多一词, 它本意当然可以表示允许某人做某事, 但一样可以表示使能够, 相当于enable, 这个使能够的我们在第三次还讲过, 26号讲过,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 to do, 这个也讲,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 to do, 当然这个it是形式宾语啦, 真正的宾语是后面那个to do, 也是使某人做某事成为可能, 依然是使能够, 本文中可以替换, allow或permit engineer to design, test and produce chips, 使工程师们能够设计这个制造和测试芯片, 或者干脆换呢, make it possible for engineer to design, test and produce chips, 都可以, 咱们在协作中这个可以替换, 那叫使能够, 本文中呢是使能够, 他们在就在自己的桌子上, 这个write, 做副词表示就是正式, 不是别的就在这, 就在自己的桌子上就可以, 这个这个, 去设计测试和制造芯片, 作者后面说了, 这个方式跟什么一样呢, matched away一直到去末, 是个方式壮语, 他说这样, 就跟一个编辑, 这个用苹果电脑打出一份业务通讯, 业务简报, 这方式差不多, 这我们先看看里面一些术语, 什么叫newsletter, 以及what is Macintosh, 这两语什么意思, 这个newsletter表示, a printing report sent regularly to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就是一个印刷好的这个报告, 它呢定期的被发送给某一组特定的人, 咱们一般叫业务通讯, 或时事通讯业务简报, 一般在公司里某个部门, 每周向上级领导要发一个newsletter, 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内, 我们这个部门有哪些发生了一些新的事啊, 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进展呢, 或者是部门内部的一个小的主管, 给一个总监也要每周, 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 发一个业务通讯, 业务简报或时事通讯, 就是最近我们这个工作进度是如何的, 跟上周有什么进展, 这个像领导汇报, 这叫发给特定人群的一个打印好的一份报告, 叫时事通讯, 这个呢在电脑上噼里啪啦一打就给打出来了, 设置芯片呢跟的方式就差不太多了, 好,下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Macintosh是怎么回事, 这个Macintosh它的缩写呢叫做Mac, 就是personal computer, 个人电脑, developed by Apple Computer Corporation in 1984, 就是1984年, 由苹果电脑公司开发出的一种个人电脑的品牌, 叫Macintosh, 它叫做Macintosh是源于美国的一种大苹果, 就像我们中国常说红富士, 红香蕉, 一种薄皮多汁的大苹果, 所以就Macintosh, 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it pioneer the use of a graphical interface, 它在图形界面领域开辟的先河, 这个interface表示软件跟用户的界面, graphical不是图形方面的, 在图形这个界面领域开辟的先河, 这是Macintosh, 这个苹果电脑, 这个就像一个编辑用苹果机打出一份业务通讯, 这个方式差不太多了, 但是我们再看一看本文中这个must away, 我们知道the way后面跟的句子其实是理论来说是个定义从句, 我们知道the way咱们在前面讲过, 后面加定义从句时它的引导词很灵活, 我们可以用in which是最正式的, 或者用that, 注意这个that在这相当于关系副词的, 因为这个that等于in which, 或者干脆把关系副词去掉, 直接在the way后面加定义从句, 什么关系副词, 包括in which那都去掉, 这也是可以的, 但问题来了, 为什么呢, 那你去掉后面那个这个关系副词, 后面是个定义从句修饰前面那个the way, 放在一块还是个名词短语吗, the way是名词吗, 后面定义从句修饰它吗, 那名词短语在句中怎么能做壮语呢, 确实做壮语的一般是, 副词, 借词短语, 壮语从句, 非味动词, 独立主格, 这个一般做壮语的, 名词短语在句中一般不能做壮语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记住the way加定义从句做方式壮语, 是个约定俗成的固定搭配, 关于这个用法呢, 语法学校不同的解释, 咱们看可能都有道理, 一种人认为呢, 你比如说咱看一个例子啊, the steak is cooked, the way I like it, 这个牛排是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烹饪的, 你看the way, 后面那个I like it是定义从句, 相当于in which I like it, 或者that I like it, 但这方那块是个名词短语啊, 在句中但确实方式壮语, 以我喜欢的那个方式来烹饪的, 对吧, 那么语法专家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 它相当于在前面加了in, the steak is cooked in the way I like it, 加这in之后就好理解了, 为什么, 借词短语可以做壮语吗, 这没问题了, 对吧, 第二种解释是呢, 这个the way其实相当于连词as, 加上as之后呢, as I like it, 就是方式壮语从句了, 这个牛排是像我喜欢的那个方式来烹饪的, 这个解释也对, 但是毕竟the way从表面来看是个名词, 咱们就记住约定俗成的the way加定义从句, 在句中直接做方式壮语就好了, 因为语言习惯的力量永远优先于语法规则, 先有语言后有语法的, 每一个语法定律, 定理定律几乎都有例外情况, 这个the way再是约定俗生书法, 大家放心用, 没有任何问题, 但前面还有一个matched way, 这个match能翻译成很这个方式吗, 非常这个方式吗, 不是的, match做负词也是多意思, 这个match在这表示nearly, about或approximately, 叫大约, 约摸着, 估摸着大概期, 这个意思, 你比如说, the patient situation is much the same, 就这个病人的情况状况呢, 大约大概还是老样子, 跟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约摸着大约还是老样子, 这本文中呢, 就是与一个编辑, 在苹果记打出一份新闻报, 这些这个业务简报, 这个方式差不多, 跟这个方式差不多, 我们以后说与什么什么什么差不多, 干脆直接用match the way, 加定义重句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 造一个句子, 造一个句子, 英特网技术可以使你能够在家中购物, 这与你在普通商店买东西呢, 差不多, 跟这个方式差不多, match the way就好了, 使某人能够, 咱们依然用enable something to do, 购物呢, 别用buy something, buy things, 叫make purchases, 比较正式的说法, 咱们试试看, 英特网技术, Internet technology enables you to make purchases, 在哪儿, at home, 与什么差不多呢, match the way, 就好像这个方式, you do, 就是you make purchases, 在哪儿呢, in regular shops, 在普通商店, 当然这个regular呢, 在这表示普通的, 这个是美食用法, regular不一定表示有规律, 在美国呢, regular可以表示普通的, 一般的, regular people, 就是普通人就好了, 好, 再回顾一下, internet technology enables you, 使你能够, to make purchases, 购物at home, 在家, match the way, 跟什么差不多呢, you do, 就像呢, you make purchases, in regular shops, 跟你在普通商店购物, 这个感觉方式, 差不太多, 这第二句话呢, 就引述了, cover me的这位, 先驱和这位教授, 他的评论, 他说的话, 来这个解释,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知识的, 这个技术的一个新的潮流, 这技术新潮流究竟是什么, 原来是不用再到工厂里制作了, 在电脑里就够模拟, 制造测试这个芯片, 好, 第二句话, 跟老师, 咱们看到这儿,